看宝宝 操控婴儿吃东西和破坏周围的一切 尽可能增加自己的脂肪 避免危险的同时 也要在一个可破坏的环境中漫游 脂肪可购买超能力 用你的能力来破坏道路上的一切吧 这完美的游戏剪辑 这宝宝的外形 兄弟们 此时不充更大核实啊 好的 我们开始游戏 第一个是升级选项 第二个游戏菜单 空格式跳跃 按一试吃东西 还要注意小孩 汽车 行人和工人 如果攻击我的话 会让我剪掉脂肪 这游戏对我来说 不简简单单吗 看一下主人公的外形 我翘了东 鼻子和耳朵呢 不用在乎这些小细节啊 先吃点东西 把脂肪追起来 好的 再把这个巧克力吃了 我去 什么东西把我撞飞呢 一个扫地鸡器人 居然能把宝宝撞飞几米 这合理吗兄弟们 这贴力不得不说 是真的牛皮 以后参加个跳高 不得跳上天吗 别别别 不是 怎么老兵着我不放啊 这机器人 哎 我跳床上 来 我就跟你耗 我看你能等到什么时候 这样不行啊 兄弟们 跟个AI耗 我耗不过 我看能不能跳它上面 这里 先学点技能啊 好的 看一下第一个技能是什么 哦 是个方鬼 牛皮啊 一岁左右的宝宝能 嗯 这种叫什么方来的 还有你吗 阿车 这啥啊 头就给我卡顿子里了 嗯 好的 出去看看 这拿了股份机的功能 不会给我吹飞了吧 我看卡垃圾箱里了 嗯 啊这 这里吗 摇花耸呢 给你个大牌啊 哎 这死 嗯 这死文文的小孩找茬呢 上来救给我一把 给我弄我一个大B的 哎 有病吗 追着我打 哎 活该 老子的够甜啊 赚得你抽出了一下 这技能要50的吃饭 这小孩是真的有病吗 我看看技能呢 上来就给我一把 还把自己放倒了 哎 多饭 那未来 就能把素那些全部吞了 不说了 看我表演好吧 我里妈的是个怪物 你能想象一个一岁左右的宝宝 没有一栋楼那么高 这站起来的话 最少有50米了吧 等我长到55之房 直接升级最后一个技能 现在程式被我滚的差不多了 OK可以了 直接升级最后一个技能 这有什么效果 哇看到没有 我的眼睛红了 摸完宝宝宝 这是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程式也被我毁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